美歐國務院說美歐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星期三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映 他將轉為通過視頻方式工作的安排 美歐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 布林肯國務卿新冠檢測陽性 好消息是 他完全接種了疫苗並且打了加強針 目前只有輕微的症狀 美歐國務院發表聲明說 布林肯過去幾天以來沒有面對面見過拜登總統 拜登不被視為密切的接觸者 聲明說他期待重返國務院 盡快恢復全部職責 普賴斯說 布林肯將不再按照原定計劃 在星期四發表外界等待已久的中國政策演說